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个今天上午发生的事 今天上午八点钟左右 有一名男子驾驶着一辆别克商务车一路狂飙 而交警则是在后面紧紧的追踪 终于在南京的新街口附近将其拦截下来 当时看上去这名男子神情恍惚 口口声声的说 有人要杀他 在南京中山南路和淮海路路口的一股机动车道上 接着看到这辆别克商务车将一辆警用摩托压在车轮之下 而在车辆的边上 一名男性驾驶人被多名警力控制 目击者表示 这名男子下车之后神情恍惚并有攻击性 你怎么回事 不是你怎么回事 交警三大队的周警官告诉记者 自己在新桥路口之前的时候 发现这辆机动车有违法行为 你闯了七八个新号车 从那边过来 本身就是有的 新桥路口 不要过来 新桥路口来 他来公平你说 说有人要害他